湘西神秘四王迷宫村 除了本地村内的原住民 其他人进村都会迷失其中 完全没办法仅凭自己找到出路 又不信邪的专家擅闯后 不仅见到了恐怖一幕 还发现一个古村隐藏百年的秘密 村子似乎埋藏着巨大靶阵 这个古老村落位于湘西南的汇铜县 高乙村从建造支出到现在 已经历经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据说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件传家宝 不仅数量多 而且长得还都一样 这个传家宝就是这个庭音刚 他不仅能听到百米开外的声响 还可以通过他准确判断出生源位置 如此说来这庭音刚确实是很神奇 可按理说这样的传家宝 应该妥善收藏起来 以防有心之人觊觎 可高乙村的村民 却将这传家宝摆在大庭广众下 还称庭音刚是最没用的传家宝 原来高乙村从未遭到过 小偷或土匪的侵扰 就连战乱时期 高乙村也像是世外桃源一样 从未有外村人进来投东西 如果只依靠听音刚就让人貌而却步 那未免有些太令人难以相信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当地记者听闻消息 对高乙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驱车来到了村里 当见到村子的真容 记者瞬间明白了高乙村村民的来由 村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从远处看很像一把太师椅 村里的建筑看起来古色古香 仿佛一座祥和静谧的古镇 于是便满心欢喜的向村内走去 就在这时 一个村民面色凝重的突然出现在记者面前 用警告的语气说道 不要再往里走了 否则你就再出不来了 记者觉得老人好像精神不正常一样 一座普通的小村寨 怎么可能进去就出不来呢 难道里面还有什么机关陷阱不成 于是便不过老人阻拦 只身走进了小巷子里 可没走几部记者就停了下来 因为他也察觉到了部队进 刚进村子时就觉得非常奇怪 现在那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这村子实在是太过安静了 安静的就像早已荒废 无人居住的荒野遗址一样 记者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于是连忙退回到老人身前 询问关于村子的事情 可老人对此却闭口不言 只说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希望记者赶紧从哪来到哪去 不要搅扰此地的安宁 记者特地赶来 自然不愿无功而返 既然老人不愿多说 他便请来了民俗专家自己调查 湘西神秘死亡迷宫村 除了本地村内的原住民 其他人进村都会迷失其中 完全没办法仅凭自己找到出入 又不信邪的专家擅闯后 不仅见到了恐怖一幕 还发现一个古村隐藏百年的秘密 村子似乎埋藏着巨大靶阵 为调查村中隐藏了秘密 记者特地醒来 从事民事民俗研究的李专家 专家从不信这些迷信叙述 大方表示天下就没有走不通的路 于是便信誓旦旦地走进了高乙村 通过小道两旁的建筑 他发现 村内的路况地形的确错综复杂 两侧建筑房屋长得几乎一样 很容易让人失去方向 还没走多久 原本自信满满的专家 就开始有些出汗 脸上也露出难色 他原本以为路只要往前走 就总能走出去 实在不行也能原路返回 并且在走过的墙上做了标记 以防原地转圈 可谁知这才没走多久 自己就已经迷路了 面前墙上赫然 就是他先前留的标记 村子里处处透着诡异 专家接着又走了几一小时 心里顿时量了半情 别说出口在哪 就连自己身在何处他都不清楚 而且他因为太过自信 近村时连手机都没带 如果真找不到出口 怕真有可能饿死在这 原来我以为一个乡下的地方 不至于找不出去 结果到了高乙那个巷子里面 确实找不出去了 慢慢的 有村里人开始出来看着呢 无奈李教授只得求助周围村民 随着村民带领 他这才终于走出了村子 但在调查过程中 他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李教授发现在每个巷道口 都有一个被当地人供奉的土地庙 古庙看起来非常诡异 他仔细数了数 高乙村的土地庙总共用48个 看着这些土地庙 专家陷入了沉思 因为他觉得这些土地庙之间 必然存在着某些联系 于是便在图纸上标记出所有土地庙的方位 当看到连在一起的图案时 就连记者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图纸上赫然出现一朵五瓣梅花 每个花瓣都代表着古村向外界的出口 高乙村以村中的五通庙为中心 然后村中的小路以梅花状向外涂射 将高乙村分为五个部分 继而形成了梅花镇的样式 而村政中的五通庙 据村民说大有来头 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的 建造目的是为了祭奠战祀沙场的战士们 让战士们的亡魂得以安息 可村子的小路和房屋构造布局 为何会设计得如此错综复杂呢 江西神秘四王迷宫村 除了本地村内的原住民 其他人进村都会迷失西珠 完全没办法仅凭自己找到出入 专家调查后发现村子布局 竟是一个梅花法镇 为证实自己的这个发现 李教授还拿出了高乙村的地图 和他手里的图案进行对比 发现这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错综复杂的梅花镇 也许就是高乙村六百多年来 从未有外人偷想的原因 但一个普通的村落 为何会见得这么复杂 在村民的带领下 专家对附近住户进行了走访 调查后他发现 高乙村并非某个人 或者某个时间修建的 而是经过上百年时间 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相传在清朝家境面前 有一伙到处流窜的土匪 不知天高地后的 打起了高乙村的主意 当时的高乙村 在当地可谓是威名远远 当地土匪头子都绕着他们走 也就这些外来人不知有无畏 以为这么多房子 他们就能发一笔横财 可没想到他们才刚一进村 就感觉到了异常 走了大半天 他们就像是在原地转圈 想出村都不行 后来土匪头子的耐心 被逐渐消耗殆尽 于是便不管三七二十一 想随便闯入一家 开始扫荡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些房屋建筑竟如此坚固 无论他们如何敲敲打打 都难以破门而入 于是打算一步做二步修 直接一把火将村子烧掉 只是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尽 还没等动手就被一张大网罩住 由此看来高乙村的诡异布局 是因为古代世道混乱 故意布局建造的 而村里之所以向外散步 高乙村进来就出不去的传闻 也只是一种为了保持村子安宁 不让外人来此打扰 才迫不得已的手段 只不过古人这善意的谎言 在我们看来 却变成了一个想要探索的谜团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